今次二十大報告裏面有很多亮點 當中我最鼓舞的是報告裏面 多次提及一國兩制和有關香港的論述 充分表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事業 和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 在過去五年 香港經歷了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但無論是2019年的社會動蕩 又或者是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 國家始終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 而香港國安法 完善選舉制度等等的措施 更加推動香港由亂到治 再由治及興 報告展示了 國家開始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 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香港國界要有團結奮鬥的新作為 今天的香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亦都是我們聚焦發展開新篇的關鍵時期 二十大報告涉及港澳的內容非常豐富 是我們未來工作的行動指南 而當中亦都對一國兩制實踐 作出了精闢的論述 是推中香港發展的定海神針 明天我就會發表我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關於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政策及措施 包括在土地房屋的問題 以及如何增強香港的競爭力等等 施政報告我選擇了綠色 因為綠色是代表希望 代表生命力 亦都代表禍孩穩定